大家好,我是Mr.Man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S1的Philip Classroom Exercise 8B 寧柱的體積和總表面面積 好了,這次我們要學寧柱的體積 一個均勻橫切面 就是多面形的立體,稱為寧柱 寧柱的體積等於底面積成高 應該大家都學過 不過這次我們只是為大家重溫 求以下長方寧柱及三角寧柱的體積 這個是什麼寧柱,這個是什麼寧柱 這個是長方寧柱 這個就是三角寧柱 我們先處理長方寧柱 底面積,我們應該先找底面積 底面積的底應該是長方形 好,所以我們就是寫底 先畫長方形 記得,我們用橫圖法去做這些事物 高又無可置疑是4 好,我們先描述一下 我們先看看 到底這個是幾成幾 聰明的聽眾 還不是3成4 或者是觀眾 現在我們 不是3成2 我說錯了,太過興奮了 不好意思 然後又好做 底面積當然是2乘以3 OK 2乘以3 就是底面積 乘以4 當然是高 成完之後 都不用問阿桂了 答案是24cm 不順利按計算機 試一下吧 好,看看三角寧柱 如何計算 這個三角寧柱 當然用三角形做底 再乘以高是7cm 即是這一顆 OK 那你知不知道這三角形是幾成幾 它的高就是3cm 它的底就是4cm OK 所以我們很順利成章地 立刻計算三角形的面積 2分1乘以3 再乘以4 再乘以高7 好了 將它整理的東西 都在計算機上 你就會計算到42 有些人說 不,阿sir 你很厲害 我喜歡手計 手計也不難 因為 2分1乘以3乘以4 剛剛是6 其實最終你是在做6乘以7 6乘以7 就等於42 那就是42cm 3次 OK 那我都說了一段時間 到你去計算一下 即時練習2 Postramid 然後再回來找我 好,好,多謝大家 那我們一起審審題 了 裘圖中 零柱的體積 OK 好,那 寫回 第一件事最簡單 就是寫回三個中文字 該體積 然後就畫回底 底 當然就會是一個 梯形 OK 然後再乘以高度 再乘以高度 高度是7 OK 接著我們就會畫回 上底 下底 那些東西 上底就是3cm 下底就是6cm 然後高度是4cm 好,然後我們就快點寫回 梯形面積 大家還記得嗎 沒錯 就是2分1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再乘以高 或者有人讀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再乘以2 的乘以2 即是乘以2分1 那當然最尾 不要漏成了7 OK 好,接著呢 就會是 就是 算一算 算一算 那就是2分1 乘以9 乘以4 乘以7 那9點 就是3加6 OK 接著呢 我們就會稍微虐減 看見到雙數還不發達 那所以呢 最尾呢 就是 9乘以2 乘以7 那 根據我的心算呢 就是126cm 的3次 記得 因為我這次計算體積 所以 那個面積單位 看回 3條Cm 乘以3條Cm 即是3條Cm 乘以3次 那就會是Cm 3次的 好 好,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我們總結一下 體積這一個呢 其實 相比 極面積 好像還要容易一些 因為體積 我們只需要 顧及到底面積 底面積 畫底的圖形 那就搞定了 那記得 你一定要畫一些圖形 那你才可以 你了解那些量度的 什麼上底下底 高那些 那些的 多謝大家,拜拜